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傻瓜, 我想跟你聊天 透過聲音傳情 你知道今天是多少個疫情? 有多少個疫情? 沒有了, 可以探望你而已 看見你的樣子 一針一滑 穩藏對丈夫無盡的觀念 沒有人探望, 沒得探望 以前習慣了天天去的 這年都沒有正正式式和她聊天 透過屏幕相聚 我經常埋怨 為何好像這麼久都看不到 又不在身邊, 我會不會開關 這是我最期待的事 一字一句, 化成農情物異的情書 我會去任何地方 只要我能看到她 和見她, 遇見她 那是給我好處 過去一年 不少戀人都被疫情分隔開 觸不到的愛女 只有一個簡單心願 無論是疾病, 貧窮 一生守護你 打後下來, 我也希望她還是在我身邊 如果她在這裡就好了 我就會很想在她身邊 我尷尬她, 我很愛她 我非常愛她 我和Joe是在距離中大交易時認識的 我覺得當時的感覺很陽光 而且很討論, 很愛向的一個男生 大學畢業了一年的Yannah 在2019年尾, 認識了來自英國的Joe 他們是在大學一個語言交流活動當中認識 之後對對方慢慢有好感 可能她真的很有禮貌的一個男士 我真的想要走一條馬路 馬路在這邊, 她就會拖回我在那邊 我覺得自己好像很沉醉 在偶像的氛圍當中 這個戀愛的感覺挺不錯 是不是要發展異地戀 令Yannah籌除了很久 因為Joe只會在香港逗留半年 之後就會回到英國 為什麼還要投放這段感情進去呢 我一開始這樣想 但她就會告訴我很多她以前的經歷 以及她對於感情的看法 就會慢慢說服我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會打壓我 那就一起坐 去年年初Joe回到英國之後 Yannah和Joe就展開異地戀 兩個人原本希望兩個月見一次 正當Joe上年三月底 打算飛來香港的時候 香港因為輸入個案激增 所以限制非香港居民入境 Joe都來不了香港 到現在為止 她們足足一年都見不到面 我跟她都是立即上網雲記票 試完所有方法都不行的時候 唯有大家都很氣餒地放棄 又或者疫情會開始慢慢控制得好些 但其實是不會發生的這件事 最後現在到了這個時間 我們已經將限期推到2046 身體 chemin不下潛 疫情使全球航運交通幾乎停擺 自製的小禮物和九成績 成為分隔兩地戀人的溝通橋樑 Yanna和Joe都選擇用文字 在特定的時刻 比遠方的戀人多一些驚喜 有一次就送了四張卡和一個禮物過來 這個就是送的那次就要開放 這個就是不開心的時候可以開 雖然那些字就比較醜 但也算是有寫內容的 所以是不錯的 比如這個,他說 最重要的是我會在你的旁邊 這個就是在旅遊的時候開 本來以為三個字可以開 但最後還是不能開 我正在製作一本書 就是打算給它一個驚喜 香港和英國有八個小時時差 Yanna和Joe的生活節奏不同步 平日只能在特定時間 短暫聊半個小時 做了一年螢幕情侶 Yanna擔心戀愛的溫度會慢慢冷卻 有些開始忘記究竟擁抱的滋味是甚麼 你好像跟FaceTime戀愛多過 跟一個人戀愛,是沒有溫度的 你會想像當時打二戰的時候 人們分隔兩地是幾年時間等待 其實我主要有些關心 我們可以見面已經好很多 我們會安慰自己 很高興 聖誕節快樂 每逢大時大節 很多情侶都喜歡一起慶祝 但是過去一年, 所有的節日 他們只能搖拒陪著對方 我現在開啟你的禮物嗎? 是, 你可以開啟我的禮物 你好, 我愛我的甜蜜包包, 我的電信 誰說我們的第二次禮物會這樣? 是, 你可以開啟我的禮物 第一句, 回應到我的心情 就是沒有人想到 第二天的聖誕是這樣 但是好像一年很快就跳過去 就好像中間… 失去了很多東西 這年特別是令我意見 這就是我所願意的 我… 我… 我不會想長遠遠 因為這是一個人 我希望活動我的生活 我可以聚集會 我無法接受我們、 我無法接受我們 但只要我們一起 二地戀分隔兩地 情侶只可以透過屏幕相聚 不過縱使身處在同一個地域空間 大家都在香港 都未必可以朝夕與共 喂?喂?喂? 喂?喂? 你在做什麼? 看什麼 牛嫂的丈夫牛哥 因為曾經中風 又幻想認知障礙症 前年開始住在安老苑 牛嫂一閒就會去探望她 但是現在疫情肆虐 院舍不准探訪 牛哥又不懂得用視像通訊 聲音成為兩夫婦唯一的連繫 你知不知道今天幾宗疫情? 告訴我 你知不知道 你疫情少了, 我們可以探望你 明白嗎? 我想聽聽你的聲音 喂?傻瓜, 我想跟你聊天 媽媽被犯了 是惡化得犯, 在她說電話就知道 就打來罵 你為什麼不來探望我? 你為什麼? 我現在很慘, 很淒涼 你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淒涼 牛嫂二十三歲的時候 經媽媽的朋友介紹 認識了做木工師傅的牛哥 她說喜歡牛哥為人, 老實又孝順 兩個人拍拖年紀之後就結婚 至今已經47年 這個標大約是我們七四年結婚 兩夫妻的性格一粒一凸 牛嫂外向好動, 牛哥就比較耐廉 不善於用言語表達情感 反而喜歡用行動來證明對老婆的愛意 當時我看她在家製作 我說做什麼, 這樣問她 她又不答我說什麼 到正好之後 掛上牆, 我就知道是拜這些孩子 開心, 這些孩子有家 有家, 這些孩子 平日的子女上班 牛嫂就一個人在家裡 她不想自己胡思亂想 經常顧著牛哥 牛嫂喜歡做十字獸 將思念化成一針一線 四點了, 她就預備 五點了, 預備出去聽到吃飯 會想的, 會 當你專注一件事就忘記了 有了嗜好 知道這個病 只要慢慢退化 就不會完全好 那你就唯有自己不做牛角膠 不然到時她不在的時候 我就變成體抑鬱症 安老院舍借著探訪 牛嫂間中仍然會買食物 或者是日用品去到院舍 轉交給牛哥 就算去到院舍 也看不到丈夫一面 但是她也覺得值得 想想著她就不會過得辛苦 你不知道哭了多少天 我發覺她最近說電話 退化得厲害了 你不知道她何時不在 很難說的 哭了一天就只有一天 是吧 娘夫妻分隔了這麼久 有時連聊電話都找不到話題 牛嫂每次來到安老院 都會盡量了解一下牛哥的生活細節 等下一次聊電話的時候 可以多些事談 今天有南瓜糕 有棉花雞很漂亮 看看吃甚麼 然後下午跟她聊天的時候 可以問她今天吃甚麼 可以有個交流 我見你不遲勞苦在疫情 疫情以來沒有十次 六次左右 兩夫妻難過當然有 很棒 Anna和Marco已經拍了三年拖 原本打算在去年三月結婚 去到去年一月的時候 Anna發覺有了BB 想著可以雙喜臨門 生兒子和結婚同步進行 誰知一場疫情打亂了全盤計劃 現在寶寶也生了, 但還未結婚 因為這個疫情 令我們所有事情都打斷了 打亂了, 事情又要退後 我的心情又放鬆不了, 經常哭 因為婚禮我無法搞, 而很僅僅於懷 我小時候已經很喜歡童話故事 我長大了, 之前《Beauty and the Beast》 是真人版的 我起碼了十幾次 穿上心儀的婚紗 成為婚禮中的女主角 是很多女孩子從小到大的憧憬 Anna也不例外 我們選的那個場地, 那個球場 其實有點像美女野獸裡面的城堡 裡面的跳舞那部分 找個跳舞老師幫忙排舞 因為想像一個美女野獸裡面 他們跳舞那部分的進場 一直跳進去 準備了這麼多東西 好像一瞬間就灰飛煙滅似的 疫情打亂了不少新人的結婚大計 Anna原本希望快點完成婚禮 然後安心養胎 誰知道疫情越來越嚴峻 甚至出現群組感染 部分親朋戚友都覺得 在這個時候出席婚禮是高危活動 是哭得崩潰的, 對於我而言 如果沒有其他親戚朋友去配合的話 根本成不了事 面對親友不同的意見 Anna和Marco對於是否如期搞婚禮 都一直沒有共識 都是離不開 因為不放酒 然後又不結婚 因為每件事都無法處理 不如不要處理,就是這種說話 通常他發我悔氣 他只是覺得我不想處理 無論地衝過去完結 可能不是他心目中那件事 然後他又覺得不開心 其實結果也是一樣的 可能男人和女人的分別 對,真的 他真的會比較理性去分析一些事 我比較衝動派 對 他是感性完全蓋過理性 對,很不錯 今天是我們正式拍拖的三周年 紀念,正日 之前訂了一個蛋糕 今天就慶祝一下 你好… 在做甚麼 你好 牛油、蒜蓉和蝦 很棒 這一年的拍拖周年紀念 除了Anna和Marco 五個月長的兒子都一起慶祝 Anna說想不到因為疫情關係 婚禮搞不成 連生兒子的時候都因為產房限制 Marco沒得陪產 第一胎,我就覺得 糟了,很害怕…怎麼辦 因為你在做手續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人,你自己熟悉的人 在旁邊 然後就說,努力加油 要是這樣的 那次唯有抓住醫生 生的時候抓住醫生 抓不到我 是否看到照片很不真實 所以…所以就發難了 為何這張照片這麼帥 但現實的爸爸這麼醜 結婚生兒子 兩件人生大事都碰上世紀疫症 可以說是非常不幸運 但是一家三口 一起經歷了這麼多波折之後 彼此的關係可能更加堅固 其實我也是很需要別人去支持 因為我的名字叫女王 人們覺得我很強勁 不,不是 其實我也是很軟弱的 只是名字而已 對,只有名字叫強勁 要先去支持我 可能可以一直支持我想做的事 有時候你會跟Joe有些小爭執 然後他會WhatsApp跟我跟我說 真的嗎? Yanna的男朋友Joe身處英國 受到疫情影響 他們已經一年沒見面 連吵架都只能夠隔著屏幕 這個時候 跟Yanna相識超過十年的好朋友Margaret 就會當他們之間的和事佬 真的今年我覺得找多了他 如果男朋友在這裡,對不起 我真的不會找他這麼多 這個真的 總是有 總之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橋樑 我們之間 說回客觀的話給大家聽 非常重要 做得好 這個很重要 買了一個泰鞋 還可以,很漂亮 還可以的 看見中心,很高興 在這個見不到面的情人節 Yanna希望男朋友見到禮物 就會想起自己 如果不是Long Day的話 其實禮物也不是一定要送每個節日 但因為Long Day的關係 見不到對方 一份禮物 你會覺得更加關注對方 即使近在紫赤 有些愛女都沒辦法見面 牛哥年紀之前 因為認知在外症而入鑽老院 太太牛嫂說 丈夫好重視新年 一定會買年花過節 最好是紅色 新年她最喜歡紅色 但我會有時買黃色的劍蘭 顏色特別 自從牛哥入住院寫 牛嫂都沒有心機佈置家 想起這個新年 連見丈夫一面的機會都沒有 團年的希望最終都是落空 自於住在安老院的牛哥 雖然沒有太太在身邊 但院舍就安排院友嘗試做蘿蔔糕 即使沒有親人陪伴 都感受到節日氣氛 一、二、三 特別是今年新年 年初三適逢又是情人節 牛哥參加了陶瓷製作活動 製成品會送給牛嫂 當作情人節禮物 牛哥,有多久沒見過太太? 很少 那你想不想見到她? 其實你也是很掛念她的 其實你也是很掛念她的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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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流鼻水康復了沒有? 你前天說流鼻水康復了沒有? 因為牛哥沒有智能手機 平時他跟牛嫂多數只是聊電話 這一日院舍就特別為他們夫妻 安排一個視像通話 又請我們幫忙 傳達牛哥的心意 很漂亮 給牛嫂的禮物,給牛嫂看看好嗎 我收到了 我收到了 很漂亮 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你自己做? 沒有說謊吧 今天精神 今天很聰明 肯定著鏡頭這麼久 很特別、很漂亮 是的 這個名字肯定不是他寫的 他現在連寫的名字都寫不到 寫錯了 你忘記我的名字吧 我的名字 除了不寫名 如果寫多幾年 我肯定他不會認得我 我只要簽這張紙就要一輩子承諾 沒理由你有錢,我就看著你 你有病,我就不理你,對吧 希望今年有機會多探望他 持續超過一年的疫情 見不到臉,拖不住手 親密的關係可能變得疏離 你當時,就代表你只有電話 可以跟他溝通 你不會再想用這麼少的時間 去吵架 大家都會珍惜了 可以把一個二十分鐘聊天的時間 聊一下內心的感受 經過疫症的洗禮試練 愛情可能更加力久上身 只要珍惜對方 每一天都是情人節 會更加深厚 因為感覺好像是共患難 我遇到這麼多人,真是最好的人 我和你和你一chy 有錢是當初